DSE 2013 ICT P1A MC第11题 这个题只有37%效生答案 又是8bit tools commitment 都是上载MC的热门topic 这里再次问下面是可以产生overflow error Can produce overflow error 记住可以留意的字眼就是can 1 正数加正数 这个我们的意思是可能的 2 负数加负数同样都是可能 3 正数加负数 这个是无可能的 因为正数和负数 它们两个数会有机会互相抵消 其实就永远无可能产生overflow error 这里我们都是需要再次用数学去解释一下 这个最好用数学里面的number line 数线的概念 8bit tools commitment 最大的number就是2的7次方-1 这个是正127 最小一个就是-2的7次方 就是-128 within这两个数字里面的范围 全部是我们能够表达得到的 用8bit 你可以说这是一个安全区 安全区 安全区以外这些地方 这些就是有overflow error的 这里我都很容易用一些例子 可以印象到1、2、3 哪些是can produce overflow error 哪些是cannot的 例如1正数加正数 譬如我第一个正数是127 拿到最大一个 只要加到正1它便出界了 假设有个人站在这个位置 站在正127的位置 你再加1给它 即向右边走多一步 它便踩到overflow error那里了 即加1 因为加代表向右走 同样如果2 负数加负数都有机会overflow的 例如负数我先拿最负的 负1、28就是企面 这个就是负1、28位 你再加负1给它 负1就是向左走 它又有机会踩到overflow error的区域 所以1、2都是can produce overflow error 为何3又不会呢 假设3是正数加负数 先拿一个正数 拿到最大一个 正127 就是正127 正127便站在这 现在我要加一个负数 加负数就是向左走的 即使是加最小的负1 它已经是没有机会踩到 右手边overflow error的区域 即都类似是临崖立马 明明是懸崖边边的 正127的 你再向右走得步 跌到懸崖便死得人了 但现在它是加负数 是跌回转 向左走 所以一定要去安全区 但又会想起头 你向左走加负数 会否加负数 会令到它跌到左手边的圆形 去到左边overflow error区 这个绝对不会发生 因为在最大和最小的两个数中间 这个跌离是127-128-255 除非你是减-255 你才有机会踩到左手边overflow error区 但事实上这个不可能 因为你加负数 你最劲都是减128 你无可能减200 因为这个200 因为这个200 已经超越了最小的负数的极限 所以这题的答案 就是one and two only A for Apple